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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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存在于说火与不火 我如果要火 我现在把衣服脱光 马上在台上跑一圈 我立刻就火了 但是这不是音乐 让我们向世界宣告 中国有嘻哈 好 结点是2017年 2017年那个夏天 我们有期望 很多的车唱节目 被大家看到了 播唱这种维话 被大家更多地去接受了 恭喜爱热成为年度总冠军 车唱是越来越火的 说唱越来越火了 这一点也是非常认同的 其实还是不够火的 我觉得说上火了50% 因为这50%是属于 附属品的50% 它可能会附属于各种节目 各种梗 各种推广方式 但是真正火的不是这个文化 好 好 尽管 我说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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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拍视频或者怎么样 其实到最后你问他这个 歌是谁唱的他也不知道 歌描述是啥他也不知道 不是吧不是吧难道单牙也算家 不是他不是他难道专家也算家 我们全部做歌也会出来一些爆款 我今天专题我们法老合作的歌 有很多人在传播 他们就结了一小段 很多人听过这首歌 都没有听过其他的部分 就听过这15秒 大家还需要 通过很多的 方式通过很多的节目 通过很多的比如说短视频 去了解到 有一些歌他可能没有上节目 或者说没有上一些短视频 或者说不适合这些平台的话 可能大家就自动就把它遗忘了 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 说唱火了的表现 其实一个部分能火一定他有火的道理 一首歌里面有15秒的东西能杀死听众 那其实他就成功了 因为也有歌15秒火了以后人也被记住了 歌也被记住了 然后大火成功了也有 常常做音乐这些人没有背景啊 没有什么的人 但他如果说是能在短视频的平台火了 那他发现自己的价值了 也觉得自己的音乐有人懂 这个平台其实造就了不少歌 多一个这样的东西就多一个媒介 但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人更出不来 这首歌朗朗上口的东西 它带动了很多人的好奇心 我觉得这个歌副歌很好听 然后我天天唱 我可能会去音乐搜 听一下全部的歌 我做爆款 我想让更多人认识我 我想赚更多的钱 我想获取更多的资源 就完全没有错误 而且特别厉害 那大家出一张专辑都是15秒 我只要保证这15秒是好听的 为什么要做两三分钟呢 为什么要做专辑呢 他们有的人做歌不是为了对手歌 他们只是在做那个15秒 而且我觉得如果这个风气 真的会要一直蔓延下去的话 可能没有人会去好好做音乐 会造成很多小孩 他就是追求的东西 好像特别肤浅 出名了当rap star 我身边认识很多这种 年轻的小制作人 他们想要出来 一做好多副歌 然后就一段一段马上扔 如果哪个可以行了 立刻赶紧再补一些东西出来 这个其实对于音乐制作 是一个退步的 当很多音乐的从业者 发现了这个规律 或者说必须要去 在市场上求得一席之地的时候 他必须要去 努力地去挤破头皮 想这15秒的歌词 他只要想通这15秒 剩下的三分半钟 好像都不重要 让我喜欢出书上这个形式的 是因为他很丰富很丰富的内容 以及他所传递的一些押韵的技巧 他的所有的精神内核 他的所有的可能性 短视频的15秒限制了他所有的可能性 他的可能性只有那15秒 因为你的创作是需要花费精力的 花费你的心血的 花费你的情感的 只被你听到了15秒 这个其实是会令人有点伤心 因为音乐是有画面的 有味道的 包括编曲是一样的 也就是这个编曲就相当于Rap的Beat 我要不要创作他的前提就是 我听他想不想哭 大概16年左右 那个时候 我其实那时候准备不玩首唱 那时候 然后我想最后一场演出 当时是一个地下freestyle比赛 我中间就唱一首歌 下面就有很多人会一起唱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感动 我那时候觉得 原来我的歌是有人听的 作为我自己的角度 我想更多地写一点 学生 送快递的 等等等等 就真正的 我觉得是普通人 我想为他们多写点歌 我觉得需要更多的 就是能代表中国的 更多的就是 普通人的那样的歌吧 路上看到的那种生活上的琐碎的事 或者社会上的一些事情 都可以为它发声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 就是一个自由的创作吧 可能依据电影台词 可能我今天跟朋友喝酒聊天 然后他的一句话就能触动到我 因为很多的人生哲理 是在生活中 你跟人交流 或者你在发现到的这些东西 那结合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它就可以转换成你作品的灵感 把自己的风格做到最极致 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这种良性竞争 会让我们的这个说唱音乐 进步的越来越快 这个音乐不管环境是什么样 我们在出作品的时候 我们会说它能对得起 我们最开始的坚持和初心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糊弄得来我们的状态 现在你让我回到成都之后 我要干的事情还是回敌棚 结果每天我就是起了床 坐在那里泡个八个小时 这个就是我这辈子要干的事情 出场歌手不能只有一条出路 我觉得是该有其他不同的出路 这个还是需要一个大的平台 把推广出 才会有更多人知道 就比如说Q音乐 说唱者联盟这样的活动 它会给更多人提供一些机会 这个计划是好的 它可以让很多新人 可能刚开始做的时候 才缺少平台去曝光自己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适合的平台 去做自己的音乐 去给别人看 Q音乐说唱者联盟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铺开 做得更大 做得更好 而且集结这么多的力量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我们在中文说唱这个圈子里 任何一个人的成功 对你来说都有积极意义的 即便你俩不认识 从来没有见过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好 大家都要好 好的人越来越多 这样我们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 尽可能让我们的音乐市场 更精彩一点 不只能15秒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